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很多年前,在一个酷寒的冬天,加拿大的某一个城市里,一个衣衫蓝里的小男孩色索地躲在大厦旁,不时地搓弄着冻得发红的光脚烟。 行人们穿着厚重的郁寒衣物匆匆地走过,似乎没有什么人刻意地去注意那个穷苦的小男孩。 忽然,有一位中年妇人走到那男孩的身边,弯下身来,跟那男孩说了几句话,然后就牵着那男孩的手走进了附近的一家鞋店。 这位中年妇人买了一双皮鞋和几双厚毛袜给小男孩。 这个充满爱心的举动,使得受宠若惊的小男孩高兴地说不出话来。 她结结巴巴地问那位妇人说,请问你是不是神的太太? 这位中年妇人听了之后,一时之间愣了一下,然后她很温柔地回答小男孩说, 孩子,我不是神的太太,我只是神家里的一个女儿而已。 小男孩听了之后,真是开心极了。 他说,一点都不错,我就知道你准是神的亲戚。 你看,这是一个多么可爱的结论。 一个生命跟神有关联的人,所表现出来的生命特质,就是从神而来的爱。 若是我们不愿意向思维有需要的人,施予关怀跟帮助, 又怎么能够证明我们是属神的人呢? 难怪主耶稣一再吩咐门徒,要爱神,更要爱人如己。 因为我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人们就认出我们是基督的门徒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一次,一个民意调查机构对街上来往的民众做了一项有关圣诞节的意见调查。 据说35%的人说圣诞节是纪念基督降生的一个宗教节日。 26%的人认为那只是一个假日,33%的人认为那是亲朋好友欢聚的机会。 5%的人认为那是吃喝宗教的日子,其他的一些人认为圣诞节什么都不是。 新闻界得到这个数据之后,立刻以显著的标题看出,六成半的人心中,圣诞节里没有基督。 甚至有些学校团体在节期间邀请牧师去演讲的时候,还特别交代说,只讲圣诞,不要讲基督吧。 这实在是个很奇怪的想法,没有基督的降生,哪来的圣诞呢? 为什么人们情愿忽略这最重要的事实呢? 是不是因为许多神的亲戚在分享神的爱上做得不够,以致人们看不见神的存在呢? 这个反思,让我想起了主耶稣教给我们先舍后得的蒙福真理。 主耶稣说,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 爱有何尝不是如此呢? 爱是神放在人心中的一个泉源。 一旦我们开启了这个泉源,耶稣基督就是永不缺乏的供应者。 借着这个泉源,让我们成为蒙神赐福,讨人喜悦的基督徒。 与人分享自己所有的,对我们来说也许是一项挑战。 但是主耶稣却解明恶要地把实行的方法告诉了我们。 马太福音第25章,31节到40节,记着主耶稣所说的一个比喻。 现代中文译本里面,有关这段经文的翻译是这样说的。 在人子做王,天使跟他一起来临的时候,他要坐在荣耀的宝座上,地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 他要把他们分为两群,好像牧羊人从山羊中把绵羊分别出来一样。 他要把绵羊放在右边,山羊放在左边。 然后王要对他右边的人说,蒙我父亲赐福的人啊,你们来吧,来承受从创世以来就为你们预备的国度。 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流落异乡,你们接待我到你们家里。 我赤着身子,你们给我穿,我害病,你们照顾我。 我坐牢,你们来探望我。 那时候那些艺人要回答, 主啊,我们什么时候看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 什么时候看见你流落异乡,而接待你到我们家里? 看见你赤着身子,而给你穿? 我们什么时候看见你害病,或坐牢,而去探望你呢? 我要回答,我郑重地告诉你们, 无论什么时候,你们在我弟兄中一个最为不足道的人身上做了这些事, 就是为我做的。 我记得很久以前, 曾经读过一篇短篇小说。 在那个故事里面, 作者以一个忠厚善良的皮鞋匠为主角, 描绘出蒙神喜悦的基督徒生活。 故事的大义说道, 圣诞节的前一天夜里面, 鞋匠做了一个梦, 梦见主耶稣允诺他要在第二天来看他。 鞋匠醒来之后愉快地打扫房屋, 热气地盼望着主耶稣的光临。 头一位上门的是一位可怜的老头, 鞋匠同情他的穷乏, 把一双最好的皮鞋送给他当圣诞礼物。 第二位访客是一位又累又渴的老妇人。 鞋匠怜悯她的饥渴, 把自己预留招待主耶稣的茶点都给了老妇人。 第三次, 鞋匠碰上了一位迷路的小女孩。 她实在不忍心看见小女孩无助地哭泣, 只好送她回家。 等到鞋匠回来的时候, 天都已经黑了。 鞋匠坐在屋里面, 心里面觉得好难过啊。 她想, 一定是她送小女孩回家的时候, 错过了跟主相会的时机。 可是在寂静的夜色当中, 悠然地传来了一个温柔的声音对她说, 不要难过, 因为我已经使见了诺言。 我曾经三次走过你的门前, 那跛脚的乞丐是我, 那疲惫的老妇人是我, 那迷路的孩子也是我。 这个答复多出乎鞋匠意料之外, 在满心的喜乐当中, 她享受了一个最满足的平安夜。 亲爱的朋友, 圣诞的喜乐对某些人来说, 也许只是节气的气氛, 圣诞的庆典也许只是应景的一些活动, 时间一过, 一切可能又恢复旧时的平淡。 但是耶稣基督的降临, 并不意味着在特定的日子, 他才来拜访我们, 而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天天跟我们同在。 早在第七世纪的时候, 神就透过先知向人宣告说, 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 而被罪人定死, 以后又复活的主也对人说,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神跟我们同在的应许, 保证了我们不论处在什么样的情况, 都不知孤独, 因为他引领我们, 赐下力量和喜乐平安。 有一位83岁的老姊妹, 一直以来她的生活过得是敬前又乐于助人。 每当圣诞节的时候, 她会用一种比较特别的方式来表达她愿意跟人分享充满爱的新生命。 那就是从微博的退休金里面播出一部分寄给有需要的机构。 在她的信里, 她写着说, 在神的爱中, 我们的喜乐才能满足。 因着耶稣基督的诞生, 世人才能得医治, 得祝福。 请在这个特别的日子, 接受我这份微小的爱的礼物。 是的, 全能永在的真神, 活在人心里最好的证明, 就是我们心中有爱。 亲爱的朋友, 你愿意跟人分享爱吗? 你还等待什么呢? 不要错失了跟主相逢的机会, 让我们用真诚的爱的献礼来荣耀主名。 有一件礼物, 你收到没有, 眼睛看不到, 你心会知道, 这一件礼物, 心门外等候。 是为了你准备别人不能修, 生命有限, 时光也会走, 如果你不珍惜。 如果你不珍惜, 机会难留。 机会难留。 如果你不珍惜, 你怎么能够得到, 怎么能得到。 犯罚的人不能修, 亲爱的朋友, 你是否想到, 马草的淫满, 是为你而来? 亲爱的朋友, 你是否了解? 最好的礼物是认识主耶稣 生命有限 时光也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